哇 蛮阳光的感觉 很成熟 好有发 职场高管男啊 很有自信的感觉 对 帅 色子好高啊 孟菲老师好 淳叶姐姐好 我叫周子龙 今年26岁 来自江苏南京 她才26岁 南京 年纪有点像 现在在街道班师处工作 谢谢大家 子龙兄 你看长得就是一脸正气 你有没有看到 一脸正气 对 子龙兄来自南京 本地选手 本地选手 我也很喜欢你的节目 从小就看着你 为什么老要说重小 出道也没有多长时间 但是真的是小时候 好 等会儿结束了之后 能跟您合个影吗 好的 还可以加微信 可以 2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刚才通过你的自我介绍 你是街道办事处的 一名工作人员 对 我也是一名基层的工作人员 我能体会到的 街道办事处的工作 很繁琐 但是又要很认真 在你的工作上 阿姨有一个共鸣 觉得你很辛苦 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对 对 那这是对的 我们在这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 对不对 这话说得好 其实基层工作蛮辛苦的 对 很辛苦 应该是一个 还有责任性的人 这男生还不错呀 是不错 感觉很适合过日子 你在街道具体从事什么 主要管垃圾分类这方面 环保 因为从去年11月1号 南京市生活垃圾 开始分类了 然后这半年 我们工作的重心 都在这上面 原来吧 我经常下楼啊 上班啊 出去干什么的时候 我就顺便会把垃圾带下去 自从实施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 家里边就跟我说 你就不要带下去了 你的智商可能弄不好这个事情 对 是不是 哎呦 天哪 你怎么顺顺说你对的 你说对的时候 稍微过一下脑子再说好不好 适合你吗 还可以 怎么没有博跟的 君尧未动力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我们先看片子